主席 溫家寶總理曾經說過 企業家不僅要懂得經營會管理 企業家的身上還應該留著道德的血液 溫家寶說得不錯 但說得不夠要我加以補充 當權者身上更應該留著道德的血液 香港的企業 尤其是壟斷性經營的公用事業 妄固社會責任 是因此然代表香港人的特區政府 一眾高官的不道德 眾欲養惡造成官商勾結 企業的社會責任蕩然無存 令到我們的社會 要增加很多成本 社民的政綱 香港在這部分也說得很清楚 香港的公用事業 很多是以專利的形式經營 形成壟斷的局面 現時經營公用事業的大企業 都是香港本地的企業 因此對本地社會 帶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由於壟斷性的利潤管制 令到這個價格居高不下 加重市民負擔和營商的成本 政府有責任全面檢討公用事業的利潤管制計劃和加價機制 修訂利用管制法例 並且聯同市民和民間組織 對這種是否盡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監管和批評 有效監管公用事業 有助提高價格效益 減低社會整體成本 大家看看兩間電力公司 謀取的是暴利 而且那些所謂的加價機制 小市民是不得與民的 再說一些大企業 例如電訊營貨 如果沒有政府的利益輸送 搞一個數碼港計劃 又怎會有貝沙灣 沒有貝沙灣便沒有電訊營貨 沒有電訊營貨 便沒有小股東要跳樓 上天害你八號仔 偷騙拐騙李澤街 大家從最近私有化的官司 看得一清二楚 請問政府有甚麼辦法 特首孤色養奸 眾辱養惡 還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看看 東西兩條隧道 在中信財富 不務正業 炒賣外匯 導致巨額虧蝕 主席總經理蒼黃下台 正是帶好的時機回購這兩條隧道 保障市民的利益 令到交通制室減少 政府由彩利都有味 各位 要政府 督促 企業盡社會責任 是原目求余 因為制度有問題 結構有問題 香港 香港 在基本法裏寫得清清楚楚 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 這就說明 是一個極端保守的社會 怎可以在憲法性文件裏 說明 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 於是 香港就是一個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 作為絕對價值的社會 香港人 習慣功能性思維 只講功利 不講原則 說到這裏 令我想起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 他自己在老國 概探不能行道 要周遊列國宣揚他的道理 他最嚮往的就是三代 那是一個大同社會 所以他說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選言語能 講信修目 故人不讀親其親 不讀子其子 使老有所忠 幼有所長 藏有所用 關寡孤獨 廢疾者 皆有所養 男有份女有歸 貨烏其 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 力烏其 不出於身也 不必為己 事故謀弊而不興 故愛護而不弊 道是為大同 這是一個大同世界 這個世界兩千多年以來 中國從來沒有實現過 反為禮塞而求諸野 在北歐這些國家 科羅的海的小國 你就體現一個福利社會 我們香港有這麼多錢 你都沒有辦法 將貧富懸殊的差距拉近 其實孔夫子也看不到一個大同世界 是他的嚮往 他身處的社會 大家如果有讀過禮運篇 小康社會 春秋戰國 大道記忍 天下為家 各親其子 各子其子 貨力為己 各個都為自己 大人勢及以為禮 誠確 枯持以為 故禮義為己 都要講禮義 都有一個短章制度 他過重的是 羽湯民武乘王 周公 陸軍戰 但是今時今日日本 你發財不立貧 孔夫子當年說 那時的社會 他很慨歎 傅而嬌 便貧而遷 有錢的人 便嬌車淫导 窮的人 便淺味 香港便是 有錢人大了 窮人看不起窮的人 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 到今日為止,新自由主義依然崩潰 但我們的特區政府還在歌頌大市場小政府 落之不疲 我們想回孔夫子說,他只是求平衡 今時今日,我們只是求平衡 我們讀新聞學的人知道有三種理論 一種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報業理論 另一種是共產主義的報業理論 中間有一種叫社會責任論 社會責任論說的是自由而負責的新聞事業 我們要求的是自由而負責的企業 但也不可得 關鍵就是政府孤式養奸,忠育養惡 多謝主席